大家好,我今天继续给你们讲西游记的故事。 唐僧骑着白龙马和孙悟空来到了一座大庙前。 那个庙叫观音庙,在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。 老和尚问你们哪里来的唐僧,就说, 我们来自东途大唐。 老和尚问,你有没有宝贝吗?快给我看看。 唐僧就说,我们没有宝贝。 可是孙悟空说,我们有宝贝, 他就拿家乡了。 家乡一拿出来,整个屋子就这样想想了。 一看就是一个宝贝。 老和尚马上喜欢那个家乡了。 那个老和尚就问, 康康,我和他睡个晚上吗? 我明天会还给你。 唐僧就觉得好担忆了。 晚上,那个老和尚越看那个家乡越喜欢, 他就出了一个坏主意了。 他放了一把火, 要消失孙悟空和唐僧。 孙悟空很厉害, 他接了一个闭火叫。 有闭火叫,唐僧就不会被消失了。 孙悟空还对了火, 对气, 呼呼呼。 一下子那个火就变大了。 把光影师就消失了。 他就问老和尚要回家乡。 可是老和尚说, 家乡丢了。 孙悟空就问, 你们这里有妖怪吗? 老和尚说, 我们这里有一个黑熊怪, 孙悟空就问, 一定是他。 那孙悟空拿回家乡吗? 我下次告诉你。 我下次告诉你。 我下次见。 我下次见。